现在弟兄姐妹早上好 主内平安 我们再次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感恩你从岁数到年终的看顾 我们也向你祈求 祈求今年的每一天 都有你的同在 每一天都有你的保守 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 让我们追随你的脚步 让我们见证你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 第一天大年初一 昨天是大年三十 那我记得在中国过大年三十 特别的热闹 为什么 因为人们都回来了 因为亲朋好友都回来了 要团聚 所以大年三十 新年对我们来说 一个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要归回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放假了要回去过年 买不到票 那站着包裹 扛在肩膀上 十四个小时站回去 那还有在广州打工的四川人 他们为了回家过年 骑摩托车 骑十天 骑回家 为什么 因为对中国人来说 过年太重要了 因为过年在三十的 这个晚上年夜饭开始之前 我一定要赶回家 这是归回啊 不管你在哪里 你要归回 所以这是年代有我们的意义之一 第二个 我记得过年之前那几天是非常忙的 因为很多做生意的人 收账都说过年了 这个该给的要给了 该还的要还了 不然没法过年啊 所以过年还意味着干吗 债务要清偿 该还的要还啊 到年了 再不还 又是下一年了 又要等到下一个年中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在 过年我们都会说 拜年拜年 对不对 所以在一些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不过不仅会给父母拜年 给亲朋好友拜年 给左右邻居拜年 也会各种各样的拜 我们且不说他 这个拜的对不对 但是他有一个意思在里面 就是有拜 所以过年有很多意义 我今天讲三个意义 第一个 归回 第二个 要清偿 第三个 要拜 所以今天我用的题目是 神所悦纳的喜年 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因为 第一个 他跟年相关 对吗 第二个 他是喜年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带着喜悦的心 我们来过年 不信主的人过年 信主的人也过年 但是这两者的差别 却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只是过年 而我们 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看到他的恩年 我们也看到他给我们预备的喜年 所以刚才读的新闻 我就不重复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喜年 那要解释喜年 我要解释三个东西 第一 安息日 第二 安息年 第三 喜年 安息日 就是 创世纪告诉我们 神六日干嘛 做工 第七日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所以第七日是安息日 那出埃及记告诉我们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在这一日 要有干嘛 聚会 要有圣会 之后我会告诉你 安息日的意义 那么 安息日是七日的 最后一日 那么下一个 关于安息的是 有安息年 那安息年是什么 安息年是七年的 最后一年 一二三四五六 六年过去了 第七年是 安息年 那这一年 上帝说 你的地不可以耕种 你的葡萄园 不可以修剪 那地要守安息 地要守安息 那你说 以色列人就问了 说神啊 第七年我不种 我吃什么 神说 第六年 我会给你三倍的收成 所以第七年 你吃第六年产的 第八年 你开始种 再吃第六年产的 第九年 你还吃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第七年 很特殊 安息年 地也不耕种 但是上帝却供应 很丰盛 所以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年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说 弟兄姐妹们 大年三十 很多时候 我们都歇下功了 不做了 每年的年初一 是最 和平 安宁的时候 因为没有熙熙攘攘的人 人们都在家里面 享受 这个 休息 为什么 因为之前你的一年都在劳碌啊 在年终的时候 在过去年的时候 我们不用再劳碌了 我们休息 我们享受 我们之前的收成 带来的满足喜乐 给我们的供应 所以 第七年 安息年的时候 上帝 供应你 那当然了 安息年 还有一个重要的 含义就是 安息年 他不仅 地得到安息 安息年 根据生命纪第十五章 第一节的记载 如果你欠了别人的债 安息年 要赦免 安息年 这个债干嘛 要免除了 不算了 所以 安息年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安息年 带给我们的是 地得到赦免 你不用再耕种 不用再劳力 人得到赦免 你不用干嘛 再清偿你的债务 以色列人啊 若是你的邻居 若是你的弟兄 向你所欠的债 所借的债 安息年 你要全部给他干嘛 赦免了 安息日 你不用做工 你不用做工 你要干嘛 本来 当人 这个 在地上生活 要干嘛 汗流浃背 才能糊口 但是 安息日 你不要做工 不仅你不要做工 你家里面的干嘛 徒币 你的奴隶 也都得到 释放了 都不用做工 所以 安息日 那个里面就含有了 上帝赦免 所以安息年 里面更有干嘛 上帝的赦免 不仅上帝的赦免 更有债务的清偿 如果过年 欠了别人一大笔钱 追债的又追到门口了 我这个钱没有办法还 你说我怎么能过一个安稳的年 没有办法 所以在中国很多时候 大年三十有的人是有家不敢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来要债啊 要债的怼在门口 你回家了 人家抓住你了 所以债务没有清偿 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年 你没有办法享受 放松 团聚 享受这一切的美好 因为你的债务没有清偿 那是你的担子 那喜年呢 喜年是七个安息年之后 对不起 对是七个年 每个第七年是安息年 所以过七个安息年 七七四十九年 第五十年是喜年 所以喜年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那根据 立位系 二十五章的记载 喜年 那一年 非常的特殊 喜年那一年 如果 你的产业 卖给别人了 你没有钱赎回来 到了喜年 这一年 这个产业 自动 归回给你 你的地 你当初生活 很艰难 你押给别人了 后来你也没有钱 把它赎回来 所以到了喜年 这个地赎 又还到 你的名下了 你高不高兴 太高兴了 本来我没有产业 我的产业干什么 荡掉了 抵押掉了 但是到了喜年 回来了 所以喜年 告诉你干什么 你要再一次 重新的拥有 你的产业 重新的 再一次的拥有 你所拥有的 另外 喜年 你如果 是做奴隶的 你如果是做奴隶的 没有人帮你赎出来 到了喜年 你恢复自由之身了 你不用再做奴隶了 你都释放了 你可以干什么 归回了 到了喜年 奴隶 他的干什么 家人 那些奴婢所生的 孩子 都得自由 都是阿玛 都归回他自己的产业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喜年 至少告诉我们 第一 如果你有产业 你有地 抵押了 这个归回来了 你再次拥有了 第二 如果你是在 为奴之地 你得自由了 你得释放了 你归回到你自己的产业上去了 所以 安息日 安息年 喜年 都给我们传达的信息 是你要归回 你的罪 得清偿 那 安息日呢 安息年 喜年说要归回 安息年 你的罪得清偿 有上帝的供应 那 安息日呢 安息日说 第七日 你什么功都不可以做 你要有 圣会 所以 所以安息日不是说 好 安息日我不做工 我在家里休息就行了 好 主日 是安息日 我不做工 我在家休息就行了 不对 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安息日要有圣会 也就是说 在安息日 你要聚集到一起来 你要 敬拜 神 所以安息日 你在第七日 你真正的安息 一定是跟敬拜相关的 你只有在安息日的敬拜 你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神 你只有认识了这一位神 你才知道 安息年 带给 你的供应 是神的供应 安息年 你债务的清偿 是干嘛 神 给你 偿还了 你的债务 你才明白 洗年 你要归回 你要归到哪里去 谁 释放了你 如果没有 每一个安息日的敬拜 你又怎么能明白 安息年的意思 如果你 如果你连安息年都不守 你又怎么会真正明白 洗年的意思 如果你不明白 洗年 那么耶稣在会堂里面 所讲的这段经文 你就不明白了 似乎 跟你也没有关系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告告我 教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拆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弟兄姐妹们 耶稣来了 说 被掳的得释放啊 我是来传这个信息的 在洗年的 第七个安息年的 那个七月初十日 那个赎罪日 以色列人要吹号 宣告 洗年要来了 所以耶稣来了 是宣告 洗年来了 要得释放 你们要从 奴仆的挟制里面 被释放出来 你们要从 黑暗的权势里面 被释放出来 所以 是我们 被 从黑暗的国度里面 迁入到了那 爱子的国度里面 那个是光明的国度 保罗说 你们从前 是把你们的肢体 献给 不法的 不洁的 不义的 做器具 如今 你们乃是把你们的肢体 献给义 做器具 从前 你们是给不义的 做奴仆 如今干嘛 你乃是 服侍那位 又真又活的 永生的神 所以 你不一样 因为你被释放了 你被释放了 耶稣来 就是要释放你 弟兄姐妹们 倘若如果我们 还被什么所挟制 我们的生命 在这一刻 倘若我们 还被什么所挟制 你要知道 能让你释放的 不是你自己 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仇恨 不是金钱 不是名利 不是地位 乃是 耶稣基督 因为他来 是要报告神所 悦纳的恩年 那个喜年 要让贝鲁的 得释放 让瞎眼的 得看见 让那受压制的 得自由 受压制的 如今 你有没有被压制 是什么 在挟制着你 是什么 是你心里面的 重担 你放不下的 唯有耶稣 能让你 压制中得自由 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要来寻求耶稣 但是我们 有没有寻求呢 之后我会说到 让瞎眼的 得看见 那我们记得 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说 这些人 不认识神 是因为他们 被这个世界的神 弄瞎了 感到心眼 所以耶稣来 是要让你 干嘛 再次能看见 因为 他来捆绑了魔鬼 他来捆绑了仇敌 所以他可以 让你看见 原本我们是 看不见的 因为我们被 这个世界的神 迷惑了 弄瞎了双眼 我们看不到 属灵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 只是这个世界的事情 这个物质的事情 我们看不到 属灵的 看不到 看不见的 看不到那永恒的 看不到真实的 我有基督来了 所以基督说 今天这经 应验在干嘛 你们中间了 人们的反应是什么 人们的反应是什么 人们一开始的反应是 哇 他们很稀奇 他口中所说的恩言 跟我们有时候 听到一样 我们听到 听到哎呀 很欢喜 很快乐 但是事后 对我们的生活 没有影响 我们很喜欢听 好听的话 很喜欢听 满有恩典的话 但是 为什么这些话 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们 没有影响 没有作用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听见 我们听见你在加百能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 什么意思 这段说什么 这段是要告诉我们 他们说 哎 这个不就是我们家乡 那个 约瑟 不就是我们的邻居 不就是木匠 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了不起的地方呢 要让我们去相信他呢 要让我们觉得 上帝在以赛亚书中 所应许的这个 应许实现了呢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信 所以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你身边也有一些人 会给你传递这样的消息 这样的信息 所以结果就是 不信 那耶稣用了两个例子来解释 第一个是以利亚 耶稣说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色了三年零六个月 也就是说 以利亚的时代 雅哈在北国以色列做王 天不下雨 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 所以那个地方很干旱 上帝差遣以利亚去了干嘛 外邦人的地方 去了干嘛 西顿 去了干嘛 撒拉法的寡妇家里 所以这个寡妇家里面的 面吃不完 油用不完 饼吃不完 上帝是他们的供应 但是上帝 为什么让以利亚去外邦 不在 以色列 因为雅哈做王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信仰光景 非常的差 人们不信神 所以当人们不信他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就转移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他要给你带来 释放 他要成为你的供应 他要让你从压制中得自由 他要让你归回 如果你不信他 这个恩典 就转移了 这个恩典 就移到你本来认为 不应该得到的人的身上 在以色列人人看来 他们是上帝的百姓 外邦人 推罗人 西顿人 他们算什么 问题是 当他们心硬的时候 当他们心硬的时候 他们即使活在上帝 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依然不认识上帝 所以耶稣在读以色列人书的时候 他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以色列人书这个地方用的是 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 上帝带给你的释放 上帝带给你的供应 上帝使你归回 这个福分 有没有临到你 你要问问你自己 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谦卑的人能够听得下去 一个谦卑的人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恩典 一个不够谦卑的人 听不进去上帝的话 这也是 这也是 耶稣的家乡的人所做的 他们听完这些话 就怒气满胸 把它撵出城去 所以当上帝这样的话语 临到你的时候 你是说 我要谦卑的接受 我要谦卑的承认 还是上帝的话冒犯了你 上帝的话让你不舒服 上帝的话甚至让你心里面干尔玛 愤恨 说把耶稣撵走 我不要再看见他 他算什么 他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而已 我没有他 我照样可以 所以当我们愤恨的时候 我哪里想到耶稣 我哪里需要他 我这一刻 我在我的愤怒当中 我在我自己的情绪当中 我在我自己需要摆脱的那种压迫当中 我要靠着我自己 其实你越是这样 你越是摆脱不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耶稣就被他们脸出去了 以利沙也是一样 以利沙的时代 以色列人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 说乃曼没有一个得接近的 这不仅仅是以利亚 以利沙的时代 当耶稣 一好十个大麻风的时候 回来的那一个是哪一个 撒玛利亚的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是 以色列人要不要医治 以色列人要医治 但是上帝为什么医治了乃曼 叙利亚的 因为以色列人 心硬 因为以色列人不够谦卑 因为以色列人守着他们自己的传统 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那套东西 可以让他们得救 他们忘了 他们应该的是 应该做的是谦卑下来 听上帝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信主信到今天 你有很多你自己的那套理论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一起祷告的是 把我们那套东西都放下来 你要承认你自己的微不足道 承认你自己的软弱 无力 你才能够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去 他才能够医治你 不是你不需要医治 而是 如果我们顽梗 我们抵挡 他的医治 就从以色列人 转移到了叙利亚 上帝一定是带来医治的 你要记住 上帝一定是带来医治的 上帝没有医治理 上帝一定会医治那些干嘛 谦卑的人 那些知道他需要被上帝医治的人 那些承认被上帝医治了之后说 神啊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 就像乃曼说的一样 乃曼被医治之后 他说 神啊 我向你祷告 我现在承认 你是那独一的神 我要向你忏悔 我当初陪着我的主人 进那个庙的时候干嘛 我也完生了 但是 你要承认 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我们从出生到小到大 我们都非常的完美 而是说 你要认识到你需要上帝的医治 你要承认你曾经所做的是错的 上帝的医治领导你 如果你不承认 你都不会觉得你自己欠了债 因为你犯罪唯独得罪了神 如果你不认识神 你不觉得你的犯罪是什么事 你不觉得你今天的怒气 你今天的仇恨算什么事 你只会说谁没有怒气 谁没有仇恨 当你明白认识神的时候 你觉得你才会知道 你的怒气 你的仇恨 是唯独得罪了神 因为你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 你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形象所造 为什么你现在里面有这么多 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 而这一切正恰恰说明了 你是欠了上帝的债 这个债要不要还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劳碌 仿佛我们欠了这个世界的债 我们不觉得我们欠上帝的债 因为我们拼命地在劳碌 就像以色列人在法老的治下 在埃及的时候拼命地劳碌 他是为法老做激活成 他所做的一切贡献 都贡献在了法老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们 只有当你认识到 你的生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你认识到 你犯罪唯独得罪了神的时候 当你认识到 在我们的始祖悖逆的时候 我们就欠了神的债的时候 而这笔债 我们用没法清偿的时候 你就会做神的工 所谓做神的工 就是信神所拆来的 你信他 你这个罪债才能被清偿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没有每一个安息日 到教会来敬拜 你不认识 刚刚我们所讲的神 你可能说 我每年新年第一天 我来到教会中来一次 我求一个福气 上帝你祝福我啊 你祝福我这一年都平安 很好应该的 祝福我这一年都有很好的收获 也是应该的 但你没有意识到 你跟上帝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子 你不只是一年来一次 你是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安息日 你都应该来 要来敬拜 因为每一个安息日里面 都有归回 以赛尔说 你当在安息日 调转你的脚步 归回 你的方向要改变 不做自己的私事 不说自己的私话 要来敬拜 因为你明白 所以每一个安息日 你来敬拜 你认识到 上帝对你的赦免 你看到了归回 你看到了罪的清偿 你也看到了 你应该要 在敬拜中 享受安息 所以 我们的主耶稣 带给我们的喜年 你要让 你要真正明白 这个喜年 你要明白 安息日 安息年 喜年 通过喜年 你再明白 耶稣基督本身 因为喜年 是五十年一次 每隔五十年 都会重复的发生 是不是真正得释放了 罪债 是不是真正得清偿了 所以希伯来书 告诉我们说 就着良心说 就着良心说 你们每个礼拜 所献上的祭物 不能使你们的良心 得接近 唯有神的儿子 一次的献上 永远的献上 才使你们干嘛 得接近 才使你们的罪债 得清偿 所以那个喜年 指向的是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说 我来了 你们盼望的 就是这个 他来了 所以如今 他来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就明白 我们要归回 我们要让我们的 罪得清偿 我们也要 在每一个安息日 来到教会中 来敬拜 来赞美 最后 当我们年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团圆 在 如果 你的家里面 是毫无缺欠的 你会 欢欢喜喜的团圆 但是如果你 家里是缺了一个的 别人的鞭炮 别人的欢笑 会成为 你里面的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唯有知道 基督 给我们带来真正的 归回 我们的归回 我们的团聚 不是在地上 不是在每年一次的 大年三十这一天 而是在天上 而是在永恒当中 不是在地上的这个家 而是在上帝 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家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归回在地上 而是在地上的每个人 都要归回到他原本的产业所在 而你原本就是上帝的产业 被掳到这个世界来了 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 又让你的释放 使你可以从这个世界 再次归回到上帝那里去 归回到你的原本的产业 所在之地 因为那里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 使神与我们同在 在他里面的都是活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在地上度过 每一个团圆的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那最美好的团圆 那是在基督里面 在永生的神里面 当我们在地上 我们庆祝每个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新生的生命 是在基督里面 因为只有神里的灵与我们同在 只有基督里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每一天 才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活的才有盼望 我们活的才知道 我们归回 那是归回到永生神那里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